各位好 我是台大电子电动车充电解决方案事业部 江敏玉 那以下由我跟大家分享 关于社区充电的全居规划 那我们知道当电动车逐渐的普及 开始进入社区 那根据我们这几年 在一些市场上的经验还有观察 其实我们相信 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透过全区的规划 才能够快速的满足这些增加的充电需求 同时也确保这些充电解决方案 它的安全性相容性跟一致性 当然更重要的是 这些充电设备 我们要用的是五年十年以上 那也透过全区规划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享有快速与完善的售后服务 那如果谈到社区充电的规划重点 那我们在这里为大家分析的三个主要的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厘清你的需求 那当然我们知道社区的规模有大有小 那住户的人数 那也包含了车辆的数量 这些可能也跟一些用车的习惯 或是一些社区的居民的一些经济情况 可能都有相关 所以要做社区充电规划的第一步 就是先厘清在社区当中 预计的电动车的使用数量会有多少 那当然也包含了住户的人数 或者是这些非经常性的访客人数 那这可能也包含了一些 类似住商混合大楼 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停车区域的划分 那在这种情况下 总共的使用的人数 总共使用的车辆数会是多少 那从这些资讯来做一个 充电桩数量的整体规划 那再来就是充电桩安装的位置 以及停车壳跟动线规划 因为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建筑 社区建筑里面 其实一些动线规划各不相同 那当然也跟一些社区内的这些 既有的使用相关 所以在进行充电规划的时候 也必须把这些因素考量在里面 这样子才能够让充电桩的使用 达到最高的效益 同时在整个动线规划上 也能够达到最理想 那这是在需求部分的釐清 那在这个第一个步骤完成之后 就进入了第二个步骤 那就是规划管理 那当然充电桩作为一个用电的设备 自然会必须要有电力的规划 那也包含了走线 同时由于它的电力的使用 必须要有一个能源管理系统 才能够让整个社区建筑的用电 不会受到影响 那除了电力本身的规划 这个充电设备作为一个 这种终端的装置 我们也会需要去做使用上的管理 尤其这会在是一些公共使用的充电桩 会碰到这样的情形 那尤其在公共使用的时候 可能也包含一些使用者的通知 或者甚至一些排队候补 那怎么样能够迅速而立即的 让这些需要充电的这些用户 都能够及时得到通知 那去做可能是排队 或者是赶快再去移车 这些也会是让社区充电的整个 营运跟使用达到更高效益的好方法 那再来基于使用者付费的原则 如果是牵涉到一些共享的车位 或是共用的充电桩的话 那自然就会碰到怎么收费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会建议在规划的前期 就把整个收费的机制考虑再进去 那这样的话可以让整个充电桩的使用 达到最公平 而且也是符合整个社区所有居民的利益 那规划的管理方式完成之后 就进入第三个步骤 就是选行跟实际的执行跟部件 那当然这些是需要一些初期的投资 所以包含了部件跟整个部件完成之后 这些设备的管理营运费用 也都需要做一些估算 这样子才能够在初期投资的时候 就已经有一个明确的预算 同时它的收费的方式 也可能会跟这里挂钩在一起 那可以让整体的这些部件 那透过合理的收费 那让这个前期的投资也能够逐渐的 这个得到这些返还 那最后当然就是在上述的这些需求 还有规划方式都理清之后 那自然就是要去选择一个充电解决方案 能够做这种全盘的规划 让这个整个社区的这些充电的基础的建设 包含了营运管理都一次性的规划到位 那这样子将会是让整个社区充电的之后的运行 可以做到更流畅 而且不会碰到这些额外问题的最好方法 那各位可能会想 其实目前的电动车 当然虽然很热门 但是数量毕竟还是有限 那所以可能会觉得 那如果有电动车充电桩的安装需求 那可能就是个案来处理就可以 不过从我们的观察 还有一些在国际市场上的这些经验 其实电动车的成长速度 可能会远比大家想象的快 那就去年来说 全台湾所销售的电动车 大概是六千多台 所以就占整个全台湾新车的占比 大概只有一点多个百分比 那我们其实把时间往回推 三年前 那我们这里比了几个 可能当时的这个电动车占比 可能也是大概一到两个百分比的国家 包含加拿大 德国 法国这些 那我们其实就取他们过去的 三年的这个电动车的变化 其实很明显可以看到 在一些国家政策补贴 强劲的一些区域 它的电动车增长率非常惊人 那即使是在国家没有特殊的政策辅导之下 其实它的增加也是很明显 所以从我们角度来看 全台的电动车 光是估计从2021到2024这三年之内 我们预计新车的成长 预计就会增加五万台以上 所以整个电动车的保有率 应该会在现在的十倍左右 所以社区住户安装了充电桩的需求 一定会随之增加 那但是在社区里安装充电桩 其实大家应该关心的是 你的充电桩可能不只是你的充电桩 那画面左边这边是大家 大概在台湾非常熟悉的风景 不敢说是最美的风景 但是大概大家就是从早到晚 在路上都看得到铁窗冷气 其实一些这些安装的乱象非常的明显 那当然右边的图片是我们知道一些 比较新规划的社区 其实透过前期的完整的规划 跟这个统一管理 其实可以让整个社区的这些外观 还有视觉上都可以大幅的提升 也因此我们才会建议 透过全区的规划 可以让你的社区的充电的解决方案 也可以做到这样子的美观 那当然其他的好处还包括了 如果你的充电桩的选择 也是使用同样的品牌 同样的机型 那这样子在电力跟一些通讯需求上 也是一致的 那在管理上自然就是事半功倍 那当然包含了一些用电 还有收费标准也一致化 那也可以减少这个社区里面 使用这些充电桩的纠纷 那当然我们可以理解 有一些安装的需求可能不是今天 或许是再过几年后会出现 但是我们知道 在这样子陆续加装的情况下 其实常常会造成经常性的施工 那而且有可能在配电 每一次的工班 或是每一次的部件 或许会是不同的 这些外部厂商来进行 那就有可能造成它的使用的材料 或是这些配线走法不一致 那可能就会造成环境的杂乱 那再加上如果施工的厂商增加了 数量增多了 那一些责任的归属也会变得比较困难 那另外再跟大家分享的是 其实充电桩的部件 另外还有一个潜在的好处 那就是房价上的保障 那这个是主要根据我们在欧美市场的观察 根据美国在去年的统计 具备大量充电桩的住宅社区 其实平均房价可能会高过类似社区的 110%到150% 那根据最新在英国的统计 这是去年才刚发表的 对不起 上个月才刚发表的 那其实这些社区的房价 根据充电桩的部件 而平均增加了13% 在全英国甚至有一些区域 增加到了84%的房价 那在同样一个调查里面 我们也知道大概已经有39%的这个屋主 已经开始担心 如果没有安装充电桩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他的房价 所以这个是我们已经在一些 比较成熟市场观察到的趋势 那我认为这个很快 在台湾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情况 所以以上就是一些社区整体的 全区规划的重要性 那当然我们提到 如果要选择一个可信赖的充电解决方案 我们在这边提供大家一些建议 包含了一选择经验丰富的厂商 那最好是已经在这个充电解决方案 已经有多年的实际经验 第二是产品的完整性 包含硬体上跟软体上的产品 都必须要到位才能够提供一个 够完整的解决方案 那第三是服务的全面性 那包含区域还有各种的服务的方式 电话或者是线上服务 甚至到辅的服务都要能够支援 那第四是永续经营 那我们知道就像是买车一样 车不是一个快速的消费品 不是一个一年三年可能就会态换的 那充电桩也是一样 所以如果要做一个充电解决方案的话 那势必是要找必须有长足的经营经验 而且在这个可信赖的品牌上面 可以做到永续经营 那以上就是针对社区的这个 充电基础建设全区规划的一些建议 那刚好也利用这个机会 我们根据这一次的线上论坛的报名提出的问题里面 那我们这里先挑选一些 大概是最多被问到的问题 做简单的答复 那第一个其实是非常基本的问题 就是电动车充电到底安不安全 那我想大家确实可能在一些报章媒上看到 有一些可能比较极端的状况 就是电动车在充电的时候 可能就发生一些意外 或者是甚至有一些比较夸张的 是可能有火灾 那不过当然这些绝大多数的 这个后续的一些调查都发现 其实大多数的 其实是跟它的现场的环境有关 那很多时候其实是它的现场环境 其实本身就已经在安全安装上面 已经有一些疑虑 那最常发生的就是 它并没有经过一个认证的 这个安装施工单位 去做这个充电设备的安装跟检验 所以从我们角度来看 电动车充电安全吗 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只要你的充电设备 是通过安全的认证 那你的设备的安装 也是经过这些 经过这些验证过 而且是确实经过这些点检的过程 那当然在整体使用上 也是符合这些充电设备的正常使用 那我们认为电动车充电 就会是安全的 那第二个常看到的问题是 买电动车不是有送充电桩吗 那我们为什么需要去顾虑 到社区里的这种全区规划 那其实买电动车确实在一些品牌 汽车品牌上的这个销售策略上 是可能包含充电桩的 那当然有一些条件上会各不相同 可能有些是送部分的这个安装的费用 或者是做部分的这个搭配的销售 那配合的电动车 那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品牌 所有的车款都是搭配充电桩 所以我们在这里才会建议 如果要做一个社区整体的考量的话 那比较好的建议 也是最让可以达到CP值更高的建议 是做全区的规划 因为在这种规划情况之下 刚才提到的这些好处 一致性 美观性 相容性都可以兼顾 而且在这样全区规划之下 整个部件的成本也是可以摊提到最低 那这刚好接上了最常被问到的第三个问题 所谓办到好到底是要多少钱 那其实这个大概是我们每次的这个 不管是在线上线下的活动都最常被问到 那其实这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那原因是因为在不同的社区 因为空间跟一些硬体的环境上的不同 所以其实实际上的这些估价 还是必须要通过这个专业的厂刊 才有办法做到 但我们在这里可以提供大家一个参考 就是如果以大约全区可能有 大约100个车位这样子的充电桩的部件需求的话 那再经过这个合理的这个充电停车位的规划 跟这些部线的规划 那我们觉得这样子情况底下 每个车位的充电桩的这个安装的这些费用 应该可以降到3万元到4万元之间 那所以这样子可以给大家作为一个粗略的参考 那作为在整个社区里面去准备投资 去安装这样子充电解决方案的时候的一个依据 那当然如刚才所说 实际上的报价还是会需要根据 你的社区的目前的这个建筑物的现况 还有一些空间跟环境上的这些要求 那我们会如果说透过台大的话 那我们可以透过台大的经销伙伴 那为您做一个整体的估价跟规划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